今天也是我27岁的这个生日 之前我们来快手都是 之前是和我队友一起 然后今天呢是我第一次 然后一个人在快手给大家直播 对 然后和大家一起过我的这个生日 然后也非常开心 然后今天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的场景都布置得非常的梦幻 非常好看 然后也谢谢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 今天也辛苦了 好 让我们来感谢 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 还有包括我们在线上观看的 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在我们所有观看的观众啊 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呢 多多地分享出去 分享直播间呢 是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 仍好准备的一个惊喜的礼物的啊 然后我们的右上角呢 到时候会有一个惊喜的礼包 大家要多多点击分享直播间 好呢 然后我们刚刚的也说呢 其实今天这个生日啊 也是然后第一次在快手和大家一起来度过嘛 没错 从小到大啊 除了今天这次特别的生日之外 还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生日回忆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特别难忘的生日回忆啊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和我外公外婆一起长大嘛 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会儿可能不是每一次过生日 他们都会给我买这个生日蛋糕 但是他们反而我外婆小时候就是每次在我生日的时候 他们会给我煮一碗那个就是长寿面 现在叫长寿面 然后但是那会儿呢就是因为我从小很喜欢吃那个鸡鱼面 就是鸡鱼汤然后做那个面 然后外婆就会给我做这个 然后会里面放放个什么鸡蛋啊 或者是放点青菜叶啊什么 反正就是就是我就是家里的味道嘛 对就是这个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生日的那种感受 一个是难忘的味道 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是家的这个感觉啊 其实是会让我们非常难忘以及怀念的 毕竟这么久在外面可能偶尔还是会想家的吧 我觉得是不是 一定会的一定会 那在过去的这个生日中啊 有没有说到什么特别让你难忘的生日礼物呀 生日礼物啊 生日礼物啊 有 但是也有很多 然后就是每个生日礼物的意义都不同 但是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像我昨天 我爸爸妈妈给我 就是发信息 打那个语音的时候 然后 他们就是说让我祝我27岁生日快乐嘛 但是我说就是 你们身体好就是 才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对 昨天我也是在电话里跟他们去说了这个事情 其实我没有 对礼物有什么 我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要什么样的礼物 但是我的 我想得到最好的礼物就是我的家人们 然后我珍惜的人 我爱的人 然后我身边的所有朋友们 就是大家身体都好 我觉得就是 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是的 这个愿望呢 虽然感觉很 虽然好像 经常说 但其实是最朴实 也最诚挚的一个希望 是 那在 在我们这个 因为刚刚讲到很多跟外公外婆的这个 情感的这个羁绊 那我们还有没有收到什么 朋友啊 或者家人送给你的这个祝福 或者有没有一些很搞怪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 有人 因为今天 因为昨天晚上 然后 因为我睡得很早 因为今天早上 一大早要开工 然后 所以 昨天晚上我就没有熬到12点 就没有等到12点过后再睡 然后 反正我是在中途的时候被手机给吵醒过一次 然后就是手机一带震 对 然后就是 我也看了一眼手机 我以为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然后就赶紧把手机看了一下 然后就是 大家给我的祝福 然后 就很感动 然后就 关上手机继续睡觉 一条也没回 因为 确实 今天早上会很早出宫嘛 然后 也想每次拍摄是一个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是 因为我要回一个 就会不停地回下去 我等到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5点钟左右的时候 就 一条条在边化妆的时候 边恢复他们 对 我觉得就是 朋友之间 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 所以我们可能和身边的朋友不是 也不是天天都聚在一起 也不是有经常见面的事情 但是 我觉得 我们现在拥有了手机 有互联网 我们有一个很好 沟通 然后彼此相互交流的 有那么一个渠道 所以就是 一个小小的问候 其实就已经很温暖了 对 对啊 在繁忙的这个工作中呢 其实还有来自朋友和家人的这个问候 其实会让人感觉心非常的暖暖的 是 那我们回到这场直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周围有很多这种星空啊 宇宙啊 包括是这种星球这样的一个元素 所以是仁豪自己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元素 对吗 我对这个宇宙啊 大自然啊 比较感兴趣 我也比较喜欢 对 对 那你就是考考 你应该不叫考考吧 7月17日是巨蟹座吗 你知道哪些巨蟹座的这个特质 就是你觉得会跟自己特别的相符合 巨蟹座的话 就是相对比较练家吧 就是会比较练家 然后就是希望自己的住的一个地方 像是自己很熟悉的一个地方 就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比较熟悉的环境 才能让自己心安下来 对 就比如说 因为我们拍戏可能一次会到一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每次到一个地方过后 然后我自己住的那个房间 我都会放一些 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香味 或者有一些 摆放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 就是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 然后也就是能感觉到很安心吗 还是需要一些那种熟悉的元素 来让你增强一点安全感 对 很巨蟹的特质啊 那你的这个太阳星座啊 是巨蟹座 你知道自己的上升星座是什么吗 嗯 不知道 我们正好呢 就是既然谈到了这个星座啊 那我们就小小的这个测试一下 其实呢 你的这个星座的这个上升星座啊 它是天蝎座 没事 小插曲它们只掉了 我帮你剪一下 非常非常贴心 确实非常符合巨蟹座的另一个 标准 因为水象星座嘛 大家知道 其实都是 大家都会觉得说很温柔 然后非常的细腻 因为这是水象星座的一个特质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上升星座啊 它其实很多人会说 上升星座也是会代表了 你在成长过程中 越来越展现出来的一些特质 你觉得自己跟天蝎座像吗 我对星座不是特别了解 因为男孩子应该不是特别的去就是了解星座吧 可能女孩子了解的多一些 确实 来让我 那就让我不太专业的这个 读一下这个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跟自己的这个契合度啊 就是上升星座呢 其实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处事方式 还有你给他人第一印象 你的上升星座啊 是天蝎座 非常的生成 有果断力 有神秘感 然后魅力呢 很高人意的 具有掌控环境的能力 能够保护自己的生存权利 不喜欢 不喜欢在别人之下 在环境的压力之下呢 也会常常觉得被压抑了 所以呢 你有很大的忍耐的能力 但是呢 又可以随时保持冷静 且对宇宙的神秘力量啊 持有肯定的态度 对事物很容易一眼看穿 但因此呢 会有点小小的挑剔 但你很爱憎风鸣 你觉得它对了几条 你就不是收集了什么证据什么的 我觉得都还挺准的 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准确的啊 虽然这个迷信不提倡啊 但是可以 对对对 也由此来 对宇宙力量的肯定这一点 我是非常肯定的 那正好我们也就是 说到这个星座啊 就是除了这个上升星座的测试之外 其实最近还有个特别火的测试 叫MBTI性格测试 我听说你也做了对不对 对对对 那天是因为我在拍摄的过程中 然后因为中场休息 然后他们就是在 我听见他们在讨论这个东西 然后他们就问我是什么 也没有测过我说没有测过这个东西 然后他们就发了一个这个链接给我 然后让我去测一测 然后一点开发现里面有93道题 我当时就不是很想做了 但是他们说做嘛做嘛 就因为大家在讨论嘛 然后我就后来 哎行 我去做一下 就做了半天 然后后来就测出来是叫什么 INTP 逻辑学家 对吗 对 他们说那个 嗯 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个什么人物 就是 我们类似的这个人物 就是 是爱因斯坦 感觉还是有一点小相似的感觉 肯定也都是对宇宙 也非常肯定 是不是 因为我们看到啊 INTP就是也是 是 首先声明啊 是我在念这个比较专业的解读 我个人确实研究也不太深入 然后INTP呢 它会在生活上表现就是 很安静很自持 但有很有弹性 适应力是非常强的 很喜欢追求理论和科学的视理 以逻辑来分析解决问题 然后需要一些创意的这个活动 来让你保持兴趣 你觉得跟你很像吗 嗯 是挺像 确实挺像 但是呢 就是当一个人在你面前 把所有你的这个内心的性格 你的整个人那个 都说完了过 你就有点缺失安全感了 我感觉 突然有一种被看透了的感觉 好像被扒光的感觉 好 大家选择性 忘记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 对 也是大家能更加了解你的一个途径 是是是 我觉得可能就是像我们现在 呃在线观看的我们 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啊 在线已经有5.2万的观众朋友们 实实在关注着你 然后看你的生日直播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很想 不管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啊 还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肯定都很想要对你做出更深刻的了解 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了解一个途径 是 其实今天 差个题外话 其实今天直播还蛮紧张的 我现在就是 好久没有那种 就是 比上台还有紧张的感觉 对 真的 真的因为太久没有见到大家了 这种激动 没有我是 我基本上是一年直播一次 一年直播一次 就是在我生日的这一天 然后我可能会跟直播一下 然后跟大家见个面 因为确实也 平时的工作也很忙嘛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对 所以就是今天在今天日子里面和大家见个面 然后和大家聊聊天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确实因为也 好长一点时间没有 没有怎么直播 哎 好像今天有点紧张啊 没事没事过会就好了 对 弹幕都在说不用紧张不用紧张 看得出来 大家说这都是自己人 放松一点放松一点 脚心点热 脚心点热 都是家人都是家人 那我们就立刻进入一个小游戏 来先让 先让你这个整体松弛一下好不好 好没问题 对正好嘛也是延续刚刚的说 因为巨蟹座嘛 都说是胆小的这个四大星座之一啊 你自己认可吗 自己胆小 我都不胆小 比如说我去 我们玩什么鬼屋啊 或者是密室啊 我都做第一个的 基本上是 所以其实你是坦克那种类型 那这个游戏哈 规则非常简单 它的名字叫爱的尖叫香 你呢只需要就是通过这个触感 在三十秒之内回答出来它是什么 就可以为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争取一个拍力得的福利 如果没有猜对呢 就要接受我们一个小小的惩罚 当然我相信这个惩罚一定也是 我们观众朋友们很爱看的那种 我们也不会为难 也不会为难受心的今天 行 那我也有活的嘛 我怕待会一下太紧张一下 这个可不一定啊 说不好 有活的就比较烦人了 是要不然我们进入第一个 来先尝试一下 行 好 我们开始计时 看来不是很怕 真的都直接抓起来了 我可以 非常准确 巨蟹做嘛 所以就是上来第一个先是螃蟹 还好还好 只要不是活了就好 还好不是活的 要是活的 就是抓到你的手 可能就是现场直接把它拽出这个箱子了 对 可能就是待会儿去去 先咽吃一吃 我有点看到了 你看 端下来那一瞬间 我有点看到了 是地球仪 你看我都不用我看 这个地球仪呢是 为什么选择这个物品 我觉得它肯定跟你有关系 是因为自己很想要去旅游 很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 对不对 是是是 就既然我有首歌嘛 就好好爱这个世界 对 我们也期待今天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个现场纯响版 那 行 我们赶紧换下一题 这期算你过 算你过 不然待会儿又看到了 好 弹幕上有非常多的人祝你的生日快乐 好的 大家的 这个祝福呢 我们都能看得到 大家持续地去把这个直播间分享出去 好嘞 我们现在来 尝试一下这个 看看是什么 我观察一下他的这个主持人的表情 我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 在哪儿呢 确认一下不是火的 确认一下不是火的 OK 没温度 可以 这是一个什么 滑的这玩意儿 什么方向的 这是什么东西 提示一下 跟食物有关 什么力气 这个 这个 这个倒是确实对的 我感觉你再用力一点就会把他甩出这个箱子了 你是真的不怕的类型 因为你都是会直接整个手跟他接触的 这是什么东西要做 有没有摸到他那种比较有尖角的地方 是啊 就有尖角啊 对你觉得他的形状像什么 尖角 一个食物 尖角 尖角 食物我说的食物尖角 不是 有这么大一个的尖角吗 有可能你拿了一个放大版的尖角 我都可以做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些吧 那我们就算挑战失败了啊 时间已经过了 你可以看一下答案 我说咋那么有我就摸下来 竟然是一个大猪种子 但这也是你自己很爱吃的食物对不对 但这个是仿真的 这个是 我不爱吃这玩意儿啊 别瞎说 在线澄清 嗯 但是 但确实有点饿了 怎么会上面真的有那个 它就是那个做的那个质感可能是有辣的 除了一些辣之类的 我说咋摸起来这么有呢 那既然我们说到这个食物啊 你自己有没有特别爱吃的 或者说经常比如说在剧组 在剧组里面会点名说我想要吃这个的 或者经常吃 辣椒嘛 辣椒 青椒 就是它炒任何东西都可以吗 嗯 对 然后青椒苦瓜 对 就是青炒 放辣椒 苦瓜是青椒 嗯 然后青椒的话 就是有一个叫做虎皮 虎皮青椒 虎皮青椒 不知道是 你们知不知道 就是它是就是 它是可以直接那种 就是炒完过后直接吃的那种 虎皮青椒 哇 具好吃 具好吃 你有在这个剧组里面吃到什么 让你特别难忘的菜 其实有一个东西 我今天没有拿过来 我之前想拿过来的人 但是后来又没拿过来 我觉得我怕拿过来过后 整个屋可能就不太好了 对 然后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要挑战的东西 可能 过段时间我可以拍一个那个Vlog 就像是 嗯 对 就是 该不会是螺蛇粉吧 螺蛇粉 螺蛇粉 螺蛇粉的也不是 鱿鱼罐头 哦 据说那个开了之后 可能整个区域的人都会收到一些波 对 然后我一直特别想在剧组里开一下 然后当大家都在一起拍的时候 我们中午就一起来吃个鱿鱼罐头 你可能会被这个剧组烙 因为 因为其实就是 我也看到过好多视频嘛 就是他们就说这个东西很臭 或者怎么怎么也 还没吃上去就可能呕吐了 我就很好奇 他能有多臭 然后 就很好奇 尝试一下 说明你确实还是很 就是对这种探索类的事物 经常抱有这种好奇 然后其实已经 现在已经在我屋里了 那个 但是我今天就没拿过来 我就怕拿过来过后 这个直播也进行不下去了 我代表全屋的工作人员 感谢 今天没有拿鱼罐头过来 过两天可能巨足的人要造样 不然在场可能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了 好 好 我们来进行下一题猜测 熊猫 哇 这立刻秒猜出来 太厉害了 这个耳朵嘛 就是熊猫的那么小嘛 然后这个鼻子是吧 没错 它就是一个熊猫的玩偶 然后熊猫嘛 是因为我们仁豪是四川人 对不对 你见过那个去那个四川 但是见过 非常可爱 国宝嘛 然后一个是国宝 而一个就是熊猫 它也 你不知道 就是可能吃可爱长大的吧 对 反正就是非常可爱 这个熊猫 非常的可爱 赶紧让我送回去 烦 也是说明跟我们宠物的关系 非常的亲密 对 因为真的是非常可爱的一只小狗 因为看到你经常发快者视频 都带着它一起发 是 说明真的平常 应该是每天都在剧组陪着你 那就是已经就是变成生命中的一部分了嘛 对 然后因为每天我上班 反正它就跟我一起 什么时候上班 什么时候下班 对 也是一个亲人和陪伴的一样存在 小小年纪就经历了这个人生的工作 他也开始上中了已经 对 还好这会儿他再放假了 可能也正在看你的直播 对 接点赞 好 来我们进行下一项的挑战 好 盘子 盘子 好像还没有摸到要菜的东西 核桃 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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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呢 这儿呢 这不就是核桃吗 还有 花仙 这是花仙吗 是花仙吧 应该 开心果 他们 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 叫果人 对 看这个时候水象星座的这个浪漫 就展现出来了 感谢我们所有现在在线的 然后包括点赞的分享直播间的果人们 大家来看人好今天这场生日的直播 好 现在我们在线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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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我们来看一看三万的这个观众 大家已经帮你点赞到一百万了 谢谢 谢谢 大家都非常的厉害啊 再次感谢今天所有来看这个直播的朋友 然后呢我们下面就来继续来聊一聊 好 我先喝口水啊 可以 所以 要让寿星休息一下 大家说你们 你怎么把果人一口给吃了 吃了才能一直在身上 哇 这可以 认证水象星座这个浪漫能力 满分 那我们下面呢就聊到这个 因为刚刚呢也 你去那个尖叫香猜测的这个东西嘛 其实都跟你个人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我们下面呢就来聊一聊咱们自己这个 一些个人成长方向的这个问题的分享好不好 好 对 比如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你最近都在剧组里嘛 肯定很辛苦 因为像你今天说 今天很早就要起床工作了 那平常私下如果你想要 休息和放松的话会选择什么样的方法给自己充电呢 睡觉啊 然后 一般就是睡觉 就是我一觉可以睡了好久 因为 就平时工作 因为特别是大家知道这个拍古装嘛 然后 因为最近的这个气温比较炎热 然后 拍古装呢需要穿的衣服呢比较多 有些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们拍这个外景的时候就是在外面 拍外景的时候可能当下有接近40度 但是你 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你不能 就是来回跑来跑去的 对还是在现场时间更多一些 可能就是每天流个两进汗 然后就身体就非常的疲惫 然后回到家里就这样睡觉 然后比如说第二天给他休息一会儿 真的就疯狂的睡觉 就是把之前的这个身体的一些补回来嘛 确实睡眠非常的重要 因为也对第二天的这个 也是对第二天的工作负责嘛 你要拿出一个好的精神面貌 是的 也是一个敬业的表现 嗯 然后呢我们 我们可以经常听到人说啊 就是一个人的这个性格塑造啊 和他的童年是非常有关系的 那么就是现在我提起童年的话 你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件事 有没有对自己影响特别深的这个事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童年印象最深啊 嗯 童年印象最深应该是 我记得就是我们小时候 全家一起去那个 四川的那个清晨山 可能成都的一些就是朋友 他可能知道清晨山 对然后 当时因为还很小 嗯 然后和家里人去的 他们当时还拍了那个叫DV 然后他们克强那个光盘 就是到现在每年我回家的时候 他们都会把那个DV拿出来放 就是在每年回家 就是过年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这个DV拿出来放 然后就是大家 坐在 快过年了嘛 所以就是家里人都聚在一起 然后一起看 过去的这些记忆 就很美好 然后就 而又是家里的人都在身边 然后看 看着 更多就是更多的弟弟妹妹们 一起长大了 就是感觉自己 从那个视频里看到自己 曾经那么小 现在变得这么大 就是很开心这种感受 我发现 就是你的巨蟹特质体现在 你很多事情都跟家庭有关 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 但是就是你会 对潜意识地觉得 可能是跟家有关的 或者说是跟家里人在一起的 这个时光 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是 所以虽说不能迷信啊 但是还是也算是就是 加深了一下大家对你的这个了解 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果人们啊 多多努力 然后多多分享我们的直播间 对 召集更多的家人来看我们的直播 对不对 看我尴尬 没事 尴尬的是我就行 只要我不尴尬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这个抽奖啊 也即将在下面进行下一轮 刚刚这位中奖的性命观众啊 一定要记得 打开自己的快手私信 然后会由我们的官号 统一联系您发奖 一定要打开自己的私信啊 然后第二轮的抽奖呢 已经在路上了 大家准备好自己的小手指 直播间的这位朋友 对 好的 可以 说明真的是非常细致的 去注意每一条粉丝的留言 所以大家也要多多的 在弹幕上互动出来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啊 或者有什么祝福想送的 大家多多的 在我们弹幕上刷起来 这样我们人好 真的都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说不定就翻牌你的评论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好像一评了 没事 我们弹幕还在滚动 你看这个速度更快了 你们现在是能听见我说话吗 还是 就是能听见说话 但是看不见人 又有了 刚刚直播间 这个稍稍卡顿了一下下 但应该没有影响到 没有影响到 大家听到你说会翻牌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现在刷弹幕 刷得更快乐了 好 大家立刻都动起来了 对 反正就是刚才有一个什么 就是想要活在有你的 是 然后是夏天吗 还是 我不记得了 因为滚太快了 然后我就是瞬间看到了 那个第一个人 对 然后我就记得一下 但是 不知道怎么找到了 不知道他走了没有 好 这位朋友一问 我想让工作人员去做的事情 来我们继续去 嗯 确实啊 这个 在长大的过程中啊 确实身上的责任啊 还有 这个担当啊 都是不一样的 是 那我们也期待就是 可能今年这个生日过后啊 会看到更不一样的你 因为人在成长嘛 我觉得大家都未来可期 大家可以继续期待 对 那对你来说呢 最难忘的这个岁月 它是在哪里 哪一段时间 哪座城市发生的 嗯 其实没有最 最难忘的了吧 我觉得应该是最不能忘的吧 就是 在 就是小时候 在四川老 成都老家的时候 那段时间 对 其实每段 每 每个地方 不管是去到 其他地方也好 其实每个地方 都有给我留下 很深的印象 但是 我觉得 最不能忘的 还是就是 就是 曾经在 小时候 在成都的时候 那种感觉 就是 还是绕不过的家 对 和家里人在一起 回家吧 回到最后的美好 那还记得自己的 第一个梦想是什么吗 当时的偶像都有谁 嗯 我第一个梦想 是想做一名警察 就是 真正的那个 警察 因为这个可能是受到 就是 嗯 家里就是 就是 教我的一些东西啊 或者给我 嗯 因为我外公 外婆 夜奶奶 他们都是军人嘛 然后 从小就是 他们带着我 然后给我讲 很多 他们曾经经历过的 一些事情 然后我就对 能够 嗯 当个警察就是特别的向往 啊 对 抓坏人 就那种 嗯 是 因为家里都是非常优秀的榜样 所以自己想要向他们看齐 也成为更优秀的人嘛 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面的一个 这个影响 嗯 那正好 回顾这些年啊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嗯 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应该就是 嗯 学会了去 观察 然后去发现别人的优点吧 因为 因为 比如在年轻的时候 就是年纪轻一点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 因为男孩子有很强的好心心 有很强的那种胜负欲 所以其实 就是 嗯 那会儿 其实对于别人的优点 其实 感觉好像从来都看不见 更多的是 是 不断地去找别人的那些身上的缺点 但是 当你慢慢就长大了过后 然后 当我慢慢发现就是 自己可能 嗯 能想得更明白的时候 我就更多愿意去寻找 别人身上的优点 对 就是我感觉 嗯 他身上的很多一些 一些 嗯 不管是他的一些品德啊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 只要是优秀的东西 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对 我觉得这 确实是在 现在社会里 是非常宝贵的 一个这个品格啊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是在 网络上 或者是在 非现实生活中 接触到很多的 不管是艺人朋友 还是就是 对素美评深的朋友 我觉得大家都 保持着一个善意 去多了解 少评论 我觉得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啊 那正好 这 呃你的 印象中啊 你 从哪一刻开始 你会觉得自己 好像有点不同了 这两年的经历 有没有让你有什么 其实这两年经历的事情 还蛮多的 就 其实每一天都有 有觉得自己在变得不一样 然后每一天都觉得自己可能 如果 就比如说今天 我就可能会想明 昨天的时候 如果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我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如果我可以更加仔细一点 或者怎么样 就 就每一天都感觉自己 希望一天天 比一天天好啊 对 就是会有这种感受 嗯 因为人在这个成长中 也是会有变化的嘛 我觉得 呃 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 在成长中发现 更多的闪光点 然后把自己变成更好的人吧 我们的主持人特别像 就是我的翻译官 我收获了 马上给你翻译一下 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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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润一下 嗯 那这 这么多年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啊 从这个青涩懵懂到成熟 你都收获了哪一些 你觉得自己 就是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嗯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 学会沉淀言行 然后三思而后行 嗯 我觉得就是 我们的这个 粉丝朋友们 此刻已经都开始 已经都开始 心疼了 嗯 心疼一下 你还好心疼 对对对 要开心 我觉得就是 嗯 对大家都往前看 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嘛 就是 大家都会 吸取教训 就让它过去 然后我们要往前看 每一天会 变成更好的自己 这点是更重要的 就是曾经的事情 都是 就是最好的安排 就是 它即使它昨天不发生 它今天一样会发生 就是 最重要的是 你能在这个事情发生过后 能够让自己 改变什么 能够让自己 明白一些什么道理 然后 让明天的自己 变得比今天更好 这个才是 有意义的事情 对 也不可能每个人 一帆风盛 我觉得这个是不现实的 对 就像一个人 永远也划不出一个 最完美的缘 对 好 不行不行 我们这个气氛 马上就 马上这个气氛 就已经不像过生日了 不行 我要赶紧找补回来 赶紧放手好运来 马上后面有机会展示一下 这个喜庆的一面 那我们就 最后我们来回答 几个脑洞的问题吧 好不好 好 你觉得自己在平行世界中 如果有平行世界的话 你觉得自己会什么身份 然后在做什么 然后 会过着怎么样的这个人生呢 啊 你说说 完了 完了 先看了我们下一题的游戏之后 我就突然搬起来 什么东西 好 就是这是一个脑洞题 你可以理解我 就是我们下一个这个游戏 环节这个前奏啊 先把脑洞打开 发挥出你想 水象的那个想象力 明白 就是 如果在平行世界中 你觉得你自己会是什么身份 在做什么 然后有什么样的人生 平行世界里 平行世界里 我应该是一个 做着大生意的老本 把快手收够了 不敢不敢不敢 可以想可以想 平行世界吗 这有什么不可能 收够了没工作了 收够了 每天直播 你看这不就是我们观众朋友们 最想看到的 每天和大家一起见面 看烦了 不会的 他们不会烦了 你看所有评论都还在 就刷的还极快 好 第二个脑洞题 如果可以给你一个时间点 就是给一个时间点的这个亲人 或者朋友打电话 你会选择在哪个时间点 打给谁 然后说什么 但这个问题不能选自己 哪个时间点打给谁 然后会说什么 哪个时间点 哪个时间点都挺好的 对 对 你是说只能打一个吗 你想打几个 我想打几个 那我可以打无数个了 只能选一个的话呢 只能选一个的话呢 应该还是打给父母吧 对 然后跟他们说什么呢 说什么 嗯 就因为 因为我这个性格吧 就有时候不太说得出那种 比较肉麻一点的话 但是呢就是有些东西呢 就是 就有点说不出来 对 但是如果只能打一个电话 如果打最后一个电话 那肯定是打给他们 嗯 是 但是我看代部长很多人都说打给我 打给你啊 我都不让你电话号码 诶 不得了 马上有人在屏幕上打电话号码 不行 这注意隐私啊 不要随便打电话号码在公屏上 嗯 你要注意隐私啊 想打给你们这还不简单吗 就是继续看我们的直播啊 马上我们也许就能抽到福利 就是你的对不对 没错 那我们这个道具呢都上来了 刚刚呢我们正好 最后两个问题呢都是脑动向的问题啊 正好下面这个游戏 非常需要你的脑洞和联想能力了 好 这个游戏呢很简单 就是看图猜人 但说简单很简单 但是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的给你一张图 比如这第一张图就是前面七体呢 是童年照来猜测对应的这个艺人老师 然后呢如果你是什么 艺人老师 对艺人老师们 的童年照 然后你要猜出来他对应是谁 如果答对半数以上我们就又可以抽奖了 不是 你这个有点让我 有点害怕 当场射 那不会我们还有弹幕在提示呢 对不对 就弹幕如果看到知道答案呢 就可以稍稍求助一下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个真的很伤害人你知道吗 这个万一我一个没说中 那岂不是就很 那说明我们弹幕都在误导 说明那个照片拍的 就是你们洗的那个时候 那个叫什么来着 清晰度不够 清晰度不够 看不清楚 知道吧 我一般要是看得很清楚 我肯定说的对 那我们第一题开猜 我拿下来吗还是 对对对 拿下来可以给我们镜头稍微展示一下下 那我们这个屏幕前的观众朋友 粉丝朋友们知道的话 可以双双的提示一下啊 看好了吗 虽然这个惩罚 我可以看了吗 可以 你看吧 虽然我觉得这个惩罚 你们可能也会喜欢啊 我去 想一想是谁呢 她是个女孩 哇这个好难看出来啊 她跟她妈都喜欢翘二郎腿 这是她妈吧 肯定是妈 她妈妈还很漂亮 诶 弹幕有人在 弹幕有没有好好提示的 别瞎说 那个 那个 这个 说实话吧 这个 我感觉她妈妈好像是 是一个 从她妈妈的这个五官看 我觉得特别 就是特别 因为她妈妈特别 五官特别立体 然后 眉毛也很好看 然后就比较像这个 有点那种新疆感觉 是吧 所以你的答案是 我认识新疆吗 有一个 但是 不 不像她完全不像这个 那我就要算你答错了 要不要先蒙一个 然后我们来公布答案 蒙一个 这个 这个人我 我认识她吗 你必然认识 我必然认识 她是 她是 名字是 几个字呢 我赶紧看一下 我看了一下 带幕 大家没有人答对 请按接受 没有人答对 你还笑我呢 我看看啊 提醒一下几个字吗 她是 两个字 两个字 然后有新疆 新疆两个字 明明没有人告诉你是新疆的 新疆的 你怎么就自己觉得是新疆的了 哦 是吗 因为我感觉他们 算了 我不说了 越描越黑 那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 才会出 默默揭晓一下答案 不好意思啊 这位女同事 这谁啊 旋路了 怎么回事 我们路姐呢 你看你妈妈长得多漂亮 你看你小时候咋这样 小时候属于没长开 长大更美了 妈妈简直是一个样 你看现在马后炮弹幕上说 我答对了的人 你刚才怎么都没有刷起来啊 刚才弹幕上都是误导的 主要是这个被她妈妈给迷 迷倒了 主要在看妈妈的 对 这个无关太立体的 我觉得 就带入了一个误区吧 我预计是 手 行 明白了 我突然觉得可能是因为 我们弹幕的粉丝都想看你被惩罚 所以他们故意提示错的 我觉得有可能啊 对 很有可能 坏得很一个个 赶紧来进入下一题 行 这一点拿不住 好 下一题 下一题我感觉很简单吧 好 我看一眼啊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吧 给大家先展示一下啊 哎呦我去 这肯定是个男的 从小就穿着格子裤啊 很时尚啊 哇 这个眼睛 这个 这个分辨率也太低了吧 这个 这个 这个完全看 看童年照嘛 那么清晰的 岂不是一零后 太难了吧 你们有没有这个认识的呀 有没有好好提示的 提醒一下 完了这都看不出来 这看来要接受惩罚了呀 是有点像的 他这个大嘴大嘴 刺压咧嘴笑的那个 眼睛也弯弯的 是有点像 但是 你可以说出那个 你心目中所想的名字 试一试 但是不对 因为 露露 露露那会儿 她如果她这么大的时候 她如果她这么大的时候 相机拍出来的照片 应该还蛮清晰了 对 这个应该是 在我们那会儿 拍出来的像素才是这样 所以跟露露的年纪 也没有差这么多 不太相符 但是方向呢 方向 方向啊 似乎有点正确 是吧 我就觉得吧 这个人吧 似乘相识 我给你个大大的提示 就是 确实是 十个兄弟里的一个 但他是谁呢 完了 这兄弟情破灭 可能就在一瞬间 你拿个我小儿的照片 他也就不出来好吗 就是那个摆着 这个造型的那个照片 绝对认不出来是我 谁啊这个 你看弹幕又没有一个人 好好提示 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的 怎么回事 那我去猜一个吧 猜一个 从他的这个眼睛吧 这个笑 兄弟里面 谁笑的 咧着嘴笑 好像都是咧着嘴笑 突然发现 嗯 完了 我们是不是要认输 看一下正确答案 那是咽咽许佳吗 答案咽许佳哦 确定吗 许佳佳吗 别别别别别别别 揭晓答案 很露眼儿 他是我十个兄弟中的一个吗 我咋没见过他呢 被我误导 对不起 小小的误导了一下 然后就 你看你看看弹幕 也没有一个正经的 弹幕说被误导 就所有人都被误导了 这个词可有点大尴尬啊 我说咋怎么反过来看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这不是 哎呀 我刚一开始还说他是一个 只能说 一开始定调了之后 我们就一路做好 只能说很有风格 这样子就 是我的锅我的锅 我后面不瞎影的 让你好好猜一下 行 看来你这个惩罚是要树定了 我觉得 我们换下一个吧 下一个弹幕都说 你这个再证不出来 真好看 从小就讲的好看 弹幕都说你这个再证不出来 麻烦你你别提醒他 你这个提醒呢 给我整的来 当场射死 你这个 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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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用猜这个眼睛 我一看我就知道是谁啊 周俊南 大胆撕开答案 恭喜你凭自己的努力 猜出了第一个兄弟 就他这眼睛 从小到大就没变过 这眼睛长出来 你看是不是 嗯 这 终于到了你熟悉的领域 熟悉的领域啊 这个领域非常熟 可以 来让我们看 好 下一位 还有这么多啊 这个绝对是个女的 绝对不可能再串了 这个我就不误导你了 这确实是个女生 嗯 OK 双手 有一只手插个腰啊 摆出了一个这个 这个姿势啊 笑得也很开心 就是从小就很自信啊 从小很自信 谁吗这是啊 嗯 提示一下 他跟你合作了 赶紧啊 停线一下 快点弹幕怎么用 你们这一天到晚刷手机的 诶诶 有人有人说出正确答案了啊 我看到有人说出了正确答案 是吗 嗯 绝对不是他 他这样 不可能 倒计时 刘安 你提醒他几个字吗 他是 三个字 问的跟没问一样 我想的也是三个字 但是 嗯 三 二 一 来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你先说出你心目中那个名字 你觉得是谁 三个字 弹幕真的已经猜对了 这个必须给弹幕一个赞了 他们猜出来了 嗯 诶 诶对 这又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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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没见过 长大了才见过她 那就是 孔Snow 终于猜出了这个名字 来揭晓一下答案 她就是像她们俩身材比较像 雪儿也是瘦瘦的 然后四肢都很长 毕竟是练跳舞的 对 是练跳舞的 所以就这个猜 好 我们来继续下一题 我们要加快这个速度了 我后面要读秒 十秒钟之内你就要猜出来了 你这个太难了 要怪就怪我们的弹幕都提醒了 你都不读正确的答案 我去 吓我一跳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 我要计时开始咯 大家先看一下啊 哎呦 掉了 好了吧 看好了啊 给我看了啊 好 最后五秒 我刚给大家看一下 我看一下啊 哎呦 又是一个剪刀手啊 谁喜欢比剪刀手来着 是三个字吧 是三个字吧 这次胸有成竹 这次胸有成竹 没错 就是说长得来和曾经来说 都是肉肉的 很可爱 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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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好看 好 最后一个 哇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计读秒了 因为这个实在太好认了 那 羊子 那木羊子 我说这肯定不能错了啊 这错不了了 好 我们这一关呢就算闯关成功 这个童年照这部分啊 虽然有一些坎坷 但确实 你还是猜对过半了 虽然在一些提示下啊 我放放水 咱们呢 可以再送出一张这个拍立得 好 要不我们现场就来拍一张这个拍立得好不好 行 然后我们再来进入这个下一个小环节 下一个的环节就更刺激了啊 好 好 好 很期待拍出来是什么样 对 然后我们可以留着马上后面再拍 来我们进行下面这一趴 难度升级了啊 好 来看第一题 五关十 又拿出来了 还有 但这次都要限定十秒之内了啊 大家看一下好 好了吗 给我了啊 我发现大幕已经有人猜对了 我的天哪 这 露露 哇 秒认出来 厉害厉害 你这个都不带犹豫的立刻猜出来了 就是 太熟悉了 对 太熟了 下次还是得给你整个准处的 没有难度啊 没有难度 增加点难度来 下面可能就是难度了 上点强度 好 先给大家看 这一位呢 我感觉你要先从猜他的性别开始了 哎 这 肯定是个男的呀 你别笑 你笑了我就有点害怕了你就 别笑 是个男的吧 我猜他肯定是个女的 甚至谁呢 是个女的 我根本猜不出来啊 跟你也有过同台和合作 同台和合作 我要开始读秒了 五 四 三 哎 有答案出来了 二 二 一 好 我猜一个 美女和我同台合作 热巴 来揭晓答案 没错 就是我们的发起人 热巴老师 也是我们的快手代言人 确实美 就是这个鼻子 这个 你光录一个鼻子 确实很难看出来是谁 但是你要是提醒我 和我一起合作过的一个 嗯 我觉得下一个应该也很好猜吧 下一个 我先看一下 我觉得确实太难了 嗯 首先这个性别比较好猜 这个长长的睫毛肯定是个女孩 对吧 男孩子不会那么长的睫毛吧 然后 然后 我们来对个戏啊 我跟他对个戏 看看能不能砍确一下就行 好 这人开不出来 嗯 他呢 他呢 也是我们快手的代言人 是吧 而且他的眼睛非常有特色 眼睛非常有特色 眼睛非常有特色 我的眼睛也挺有特色 大小眼 弹幕又有猜出来的朋友了 嗯 这个的话 也是和我合作过是吧 没有合作过 5 4 3 2 1 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 没有合作过 然后眼睛大大的 很有特色 嗯 杨幂 看来眼睛还是非常有辨识度的 猜对了吗 猜对了 这关的难度应该比上一关好一点吧 至少还是有个关键的部位 对 这关稍微比上一关好一点 主要这关你 你说我不认 就是没有 合作过 我们下面这位 我保证合作过 好 谢谢 下面这位我觉得 应该也很好猜吧 还有这个发现 这个发现 这个发现好像丝绳相识 但是好像很多人都有 很多人都有这个发现 我可以提示一下 合作过的三个子 开哥 揭晓一下 竟然凭发型猜出来了 帅啊 小眼神 可以 这一关呢 我们也算挑战成功了 然后我们再来 用派利德拍一张 然后呢 我们右上角呢 会有这个幸运助手啊 大家一定要继续来分享 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然后就有机会来 抽取到今天的这个拍利德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分享 现在呢 已经有6.1万的观众在线了 给我整的浑身是汗 可以看一看他们的这个弹幕了 你知道这个游戏有多吓人了吧 吓出了一身汗是吧 吓出了一身汗 突然就热了 给我整的一身汗 好 我们的那个派利德 又有了 好 现场再来照一张 刚刚的那张有没有成像 可以让我们来展示一下 谢谢 可以给我们的镜头展示一下第一张 镜头展示 看的是哪个幸运儿会获得这张照片啊 大家一定要赶紧分享我们的直播间 那我们来 展示完了吗 我看看 看了一遍很满意 还行 还行 行 玩完了这个脑洞的小游戏啊 我们下面要来一个刺激的了啊 可能会让你比现在还要汗流浃背 我们的这个道具箱 今天就是做有氧运动的 虽然是过生日啊 我们在这个快乐之余 要有一点惊险自己 它有意思吗 行 我们呢会有一个这个道具箱 里面写满了任务 然后呢规则是 你要从这个任务箱里面 先抽取任务 然后呢你要根据这个任务 来判断自己要场外求助一位好友 让他帮你一起完成这个挑战 才算成功 就是我抽五个 然后选一个来做 然后那一个和朋友一起完成 是吗 对 你可以先看看这个任务的难度啊 因为这些任务可都没有这么简单 两个 三个 你是准备把一个 你要我抽几个啊 你要抽五个吗 三个就够了 三个就够了 我还以为你准备一个 我以为你让我在抽完五个里面选一个 做邀请一位好友带上 带自己上王者 吃鸡 或者吃鸡 你平常自己会玩哪个游戏比较多 都还蛮多的 那你的朋友里面有没有这个游戏高手 有有有 如果是这个任务的话 你想要连线谁 让他同意 吃鸡吗 对 就是让他同意说我今天带你吃鸡 就是有这样一个答复 就算挑战成功 不用啊 我吃鸡很厉害 都是你带他们是不是 草快了草快了 没事 三个任务可以给一个人 要不要先看一下其他两个 行行行 我得看其他的吧 邀请一位好友给自己发一张他的自拍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啊 这个太简单了 这个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 你是想三个任务找三个人完成 还是说三个任务一个人完成 就一个任务一个人完成就行了 你还要三个任务 让对方回复自己在快手流的搞怪评论 对 像这个任务就是你先需要去他的视频底下评论一个 很搞怪的评论 然后你还要让他必须回复你 这个因为这个 那我们还是先完成这个吧 先完成最简单的自拍任务 先完成这个自拍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呢相对的简单一些 咱们就选择这个 好吧 你想要联系哪一位好友 快速的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联系哪位 有没有这个幸运儿的人选 那我就联系 要打电话吗 对 完了可能会不接什么 不会 我打电话他肯定会接 哦 那么很期待这个人是谁了 你肯定不会认识 大家都不会认识 不给我们先剧透一下这个人是谁吗 完了没有接电话 你高快发上自己的自拍 你 你 过得太好 所以你打给了 哪一位 我想好奇一下 打给了 我来我打给他 喂 喂 现在发张自己的自拍给我 快 就是这么突然 要的就是这么迅速 三秒钟就拍 不是 不要找一点好看 就是现在 随手拍一下 对 好 这个人吧 他的这张自拍是可以展示的吗 当然可以展示 就是他呢 是这个人比较特殊 这个人就是有些人认识他 但有些人不认识他 有些人也见过他 然后我们也有 也有很好的关系 然后 大家肯定很好奇他是谁 你是准备把这个自拍拿到手了 再向我们透露他是谁是吗 是的 好 我们先等他先拍一会儿 我们先往下面走一走 好吧 这一关就暂时先算挑战成功 我们等这个照片 然后我们下面呢 就是我也看到弹幕说 很想要豪哥跟我们弹幕互动一下 那你们赶紧问一点问题 我们后面有这个互动的环节 赶紧问一点问题 快储备起来 我们下面的这正好也要聊一聊 因为刚刚也聊到了 你自己个人的成长 也聊到了一些我们最近的这个动态 我觉得大家都很关心 就是你接下来的这个作品了 所以就在这个作品上 我替大家先来问一下他们想好奇的这个问题 好 看这个自拍是来了是吗 来了 我们先来展现一下自拍 哈哈哈 他们要骂我了 你看 大家肯定说 这是谁啊 他就是我的 我的助理 哈哈哈 哈哈哈 是不是 我说的没错吧 他天天在我身边 有的人认识他 有的人不认识他 然后跟我还有很好的关系 是不是 可以 这个 赚得非常快 大家就开始哈哈哈哈了 助理被迫营业啊 被迫营业 你说刚才接到我电话 叫 马上拍张自拍 你知道吗 他说真的双Q 双Q 双Q 那我们再来聊回到我们的作品啊 就是 据我们所知嘛 你下面应该会有非常多的作品 要跟大家见面 所以你的行程是不是安排特别满 可不可以给大家都小小的预告 剧透一点点 就是 有 有古装的 然后有现代的 然后 有言情的 有励志的 对 反正就是 这个很 什么剧透呢 反正就是 都 都很 因为每个角色都不一样 然后每一个 每一部剧里面就是 呈现出来的 这个人物 他也 状态也是不一样 他的性格也是不一样 就是 嗯 每部剧就是我 我也是在挑战自己 就是想让自己去尝试 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嘛 对 然后 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 更多 不一样 我演员出来的那个人物 那个感觉 啊 应该都还不错 我弹幕都在问 什么时候不 好想看 现在就想看 很快很快 很快啊很快啊 大家要拭目以待 那 其实我们 对 我们认识人豪呢 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歌手啊 最近因为也演了非常多的剧嘛 那有没有 哪一部影视作品 对你来说有特殊的意义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嗯 其实每一部剧都还是 都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每一部剧 呃 都是在体验一个 不一样的人生 然后也是 也包括不一样的职业 对 其实也 每一次就是拍完一部剧过后 其实 到最后 其实因为我们会理解这个人物 然后去 理解这个剧本 所以其实在中间 能够给到的一些 我内心上的一些启示 其实 也 也很多 其实它每部剧 其实在某些方面 它都能给我 不一样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是 对于我来说 最好的 嗯 那我们刚刚也是 先浅浅的剧透了一下 但我感觉 大家好像都非常不满足啊 大家可能想听你 深深的剧透一下 是 因为我们有 四部影视作品嘛 接下来对不对 是 《妻子的新世界》 《明媒善曲》《照亮你和直死江湖梦》 没错 可不可以每一部剧都给大家 深深的剧透一下 嗯 可以啊 就是 就是 《妻子》呢 是一个 都市现代剧 这部剧呢 讲 就是 我饰演的这个 林耀嘛 然后 和这个 山姐 然后 全哥我们在一起 三个人 三个人在一起 然后产生的一些 然后还有 还有一个 演员 然后我们一起产生的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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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坦然说了 这个 就是一些 化学反应嘛 就是 情感方面的一些事情 就拿捏 然后 对 就是演绎这个东西 啊 然后 《明媒善曲》呢 就是 陆池 然后和这个 我们雪儿 然后在一起 然后闯荡江湖啊 中间就是 因为她是 她 她是当时的这个 这个 梅人嘛 梅官啊 叫梅官 她就是 给别人牵线的那个人 对 然后我和她一起 我帮助她一起 然后去 嗯 就是让她 成功地去完成 这个这个牵线的任务 然后 就是 中间发生了很多一些好趣 就是有 有趣的 好玩的一些事情 对 这个就是《明媒善曲》 对 然后 《照亮你》呢 是 饰演的一个消防员 嗯 这个也是我 这个 这个 拍摄过就是 相对来说 危险系数最高的一部剧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其实我真的是 但是在拍完《结果剧》以后 他深深的就是 就是 发自内心的体会到 这个消防员这个 这个 职业的这个危险性 真的是 嗯 让我就是 非常的崇拜 也非常 就是 尊敬他们的这份剧 啊 然后就是 江湖梦 江湖梦呢 是 嗯 就是 在这个 维护江湖 正道 啊 然后 嗯 消灭坏人啊 啊 怎么样 我聊的都还不错啊 就很比较详细 大概内容都是这个样子 对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 期待更加拉满了 因为听你这么一句头 感觉每一部剧都想看 每一部剧 因为每一部剧 确实它讲的都不一样 而且每一部剧 给大家的感受 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 可以多期待一下 要不要喝一口水 刚刚 对吧 讲了这么多 稍微我们稍作休息一下 然后我来看一下 弹幕上的什么 精彩的发言 难得 有机会能和大家 这么聊天吧 因为平时确实也没有这个机会 对 大家有什么的问题呢 也可以在我们的弹幕上 多多的抠出来啊 行 我就可以看看 有没有什么 什么时候播 不跟你说很快了吗 对吧 开空调 开了空调 开了空调 我热不是因为这里热 而是内心火热 因为见到大家实在太紧张 太激动了 然后有点紧张 对 有点热 好运睡懒觉 好运就是白天睡觉 晚上跟我闹 就白天因为我工作拍戏 然后我就在 他就在我这个房车上 然后晚上回到家里 他就精力冒险 我睡觉的时候他要跟我闹 然后就跑到我床上来 就是这样 最近画画了吗 有有有有有 最近没有画 最近 我做了一个 那个 喷漆 就是 因为以往我都是拿画笔画 然后这一次呢 我做了一个 之前就是我发的那个Vlog 对 然后是用喷漆做的 因为这个也是 我也是在尝试一些 不一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也希望就是能在中间 发现一些不一样的快乐 对 然后 喷完过后我觉得 哇 喷漆真的太好玩了 真太好玩了 下一步想拍什么 这个 下一步就是 有点悬念吧 每次都讲太多了 大家对我没有新期感 大家可都在呼唤 期待校园剧 校园剧 校园剧 校园剧也不是不可以 就看 找找感觉 是的 我们现在还有四部剧还没播呢 我觉得大家也看不过来 对不对 对啊 就是 你看 先等着四部都播完了 一定会有机会看到的 我觉得 那其实呢 刚刚聊到这四部剧啊 感觉它的 其实人物角色和类型的跨度 都非常的大 是 对你来说就是这 这些类型啊 有没有他们各自的难点 或者对你来说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然后你自己有没有更喜欢的 就是这些类型里面 哦 你直接给我抛了五十个问题过来 我回答哪一个嘛 我就 那先回答 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 嗯 嗯 其实 还还好 就是 没有 没有什么 最大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 你要说 就是 因为我 我还是 我喜欢去把这个挑战 变成自己就是快乐的 这样一种人 对 就是我会把这种困难的事情 去慢慢地去享受它 解决它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 没有说太多 就是有什么困难的东西 但唯一一个让我 印象深 比较困难的事情 就是 在我拍那个消防园的时候 当时有一条小黑 是一条黑色的拉布拉多犬 然后也是一个 嗯 警犬嘛 就是 它这个是唯一一个相对比较难的 因为平时的事情呢 都是我自己去解决 就是我 我遇到的困难都是 嗯 就是自己去处理 自己去 怎么去化解它 但是 嗯 和一条狗狗的话 就是需要时间去培养 嗯 需要去慢慢了解它 然后让它信任我 然后让它慢慢地去 嗯 就是 愿意去听我的指令 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这个还是一个蛮困难的一个过程 但是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过程 对 好运可能会觉得怎么有别的狗了 嗯 没事 那刚刚说到这个挑战啊 你会不会比如说 这个两部剧的这个角色跨度太大 然后让你有那种很难转换啊 或者说你陷入其中一个角色特别深 很难这个转换到另一个角色里的 嗯 有 这个一定是有的 就是因为其实 嗯 我之前就是有在拍这种 比如说就是从现代戏 然后一下子 跨越到古装戏 然后再从古装戏 就是再演回现代戏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这个过程其实还是蛮那个 就是嗯 对于我来说挑战还蛮大的 因为因为完全现代戏和古装戏是 它的表演方式包括你的 嗯 所有的这个这个状态 所有的嗯 台词所有的这个表演方式 然后 移态啊什么的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需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然后去完全调 就是调整过来 然后让自己相信自己是另外一个角色 嗯 嗯 就就这个这个确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对 然后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还有点 不是那么适应的过来 然后再后来 因为 可能就是有这样的经验了过后 就是找到了一个 调整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然后就是能够 更快的去调整过来自己 对 那有没有什么快速入戏的这个方法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 快速入戏啊 多看剧本吧 多看剧本 多聊 多看看你在剧中的人物 啊 然后 如果你想要更加的深入去了解这个人物的话 其实因为我会用到一个方法 就是 嗯 比如说 比如说这部剧它是一个 以小说 然后 翻拍过来的一个电视剧 那我就可能会 嗯 会去网上看一些这个小说原著的一些 就是 嗯 观众 就是观看这个小说的这个观众们 他们对于这部小说的一个 大概的一种看法 就是他们 读完这部剧过后 然后 他们是一个怎样 对于这个人物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想法 什么一个 一个脑海中的一个印象 对 因为我其实没有 那么多时间去 每天去读完一本小说 或者要花很多时间去去去读一些 对 然后 所以我就是通过 别人的眼睛 然后去去看到他们的眼睛中 应该属于我那个样子 对 好 然后弹幕 这是他为数不多可以看弹幕的机会 对 因为看弹幕的话就是 会影响我看去 也是 我会每次拍完以后 会 看自己的时候 会很认真地去看自己有什么 不错的地方 或者什么可以 改进的地方 是因为要多揣摩表演 所以才 是是是 尽量少让弹幕影响嘛 那我们今天这个弹幕上 可以再给大家互动几条 嗯 大家说让我轻松一点 其实我很轻松 就是这个是我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放心 没问题 大家都让你注意休息 嗯 行 会的 嗯 可能是因为你今天上工太早了 大家都知道 所以希望你就今天 对 没事 没事 就是 咱们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对吧 那那你要是嫌我 觉得我太累了 那我收工了 收工了 你们也会开心 对吧 所以我们 多聊聊吧 没事 我还OK的 今天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能够有这个 呃 跟大家一起聊聊天的这个机会啊 对对对对 可以多把自己的问题 然后 Cue在这个弹幕上 我们看到的是会读的 嗯 然后在 我们其实啊这个 直播呢 也快要进入尾声了啊 好 在进入这个尾声之前呢 我们最后再来 呃 进行一个小游戏 放松一下 然后呢我们可能就要进入到这个 最后的环节了 好 最后这个小游戏呢 非常简单啊 就是作为一个在 现在在快手 非常勤奋的这个快手博主 想必你一定知道很多快手热梗吧 其实 其实我没有太这样刷这个 就手机 我今天看那个新闻比较多 对 我看新闻比较多 然后就是 那你的网速 相对的相对的比较慢一些 对 网速相对比较慢啊 那我们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每一个词语 你拿出来之后先理解一下 尝试理解一下它的意思 好 然后造句或者还原出来之后 就算挑战成功 好不好 好 然后这个挑战成功呢 我们可以再送出一张签名照 来作为我们的这个奖品 就是翻这个呗 对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期是什么 那我们直接翻吧 破防我知道 破防嘛就是 可以直接造去 啊我破防 啊我破防了 不是就是好多我看到过这个 就是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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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应该就是突破了内心的这个 基本底 内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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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的标杆 对吧 可以这么说啊 就是就是打破了他内心的这个这个这个节奏 就一下子 给到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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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局 简单来说就是其实有点崩溃 有点崩溃 难以接受 对 说说一大堆就两个字 该活了 好 5加2等于7啊 这个很其实很适合形容你 5加2 可能你不止 我不止 我应该是5加12吧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5加2下2 他这个意思呢是上5天班还要加班2天 哦 所以对你来说这个造句 你要给我7加3的话我记得 5加2 嗯 5 上5天班交两天班吗 所以对你来说这个造句就是 我每天都在5加2 没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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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大家想要让你休息一下 老铁继续干 摆烂 完全相反 我好想摆烂 但你做不到 摆烂这个词用还是很多的 就是天天都听得见 好 先放这儿 最后一个 应该是这么看的吧 666吧 666很简单 666很简单 但其实这个词是999 啊 这样啊 999 哎 意想不到 但它跟666有点关系 666 999 6999 所以它的意思是 6翻了 就是太6了 6翻了 以此造句是 我以为是那个39那个什么 今天的直播简直太999了 是啊 那6翻了 好 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啊 我们直播的最后一个环节了 我相信也是大家就是一直都在期待的 那我们现在 要不要开始我们这个仪式 那我可以 给我 20秒钟 先开始酝酿一下情绪 喝个水 喝个水 谢谢 一般上台之前我们都要先test一下 就是这个 好 在等待我们仁嚎休息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祝愿都刷在我们的弹幕上 我们看到啊这个非常精美的这个蛋糕 收到的时候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惊喜 因为它真的非常庞大 一看就凝结了非常多的心血啊 是吧 是吧 对吧 卓文远 卓文远 然后下面还有呢 谁啊 是 王 王蔡吧 是吧 我 当时有穿这件衣服吗 没有啊 这是我 反正是我了 都是我 嗯 对 非常感谢我们粉丝朋友们的这个用心 这个蛋糕太用心了 这个这个太漂亮了 确实 确实 但是我有个问题 你们想我怎么处理它 你说我吃吧 我也长胖了也不好 我不吃吧 这个玩意这么大 很难拿走 而且它这个 感觉拿起来又很不安全 就感觉上面很容易摔倒 我们可以合影留念一下 合影 现在吗 我们那个派利德正好来抽出我们最后一位这个幸运观众 非常小心翼翼的 好的 我们进行完了这个生日的仪式啊 我们的这个 直播呢也要到达尾声了 那最后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公益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让我们来播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子 并且呢我们会抽出三个观众来送出同款这个希望的种子啊 因为我们知道仁豪其实一直非常的关注公益这块对不对 我们现在种下的这个呢也是有非常好的寓意 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带着希望和爱意前行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公益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那个压缩土可以直接把它倒进这个里面就 嗯 嗯 好 确实是我这个这个 知识盲区 知识盲区 这个应该怎么弄呢这个 就是先把这个土拆开 然后先把这个土拆开放进去是吧 对 然后浇水它就会自己膨胀开 哦是吗 嗯 它外面就不用去吗 应该不用吧 要去倒水哈 嗯 是吧 这是什么 航天 育种 太空农场 航天玉米 因为种植的这个植物就是这样的一个 怎么神奇 非常神奇 是不是又DNA动 现在带回家好好养一养 对DNA动了 正好以后在剧组无聊的时候就变成了种种菜 这也是一个播种希望的这样的一个 不是这个 我 我不能倒完吧 这个水太多了已经死了 不用全倒完 不用全倒完 还好我睡 还好急着刹车了 对 因为水太多了容易 是的 玉米应该不需要那么多水 然后呢 就过了就没了 就好了呗 应该是还要把这个种子和土还一起撒进去 还一起撒进去 说明它是一个真的花盆 我都不敢相信它能活得了这样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吧 我们来期待一下它后续的长势 可以后续再分享出来 那我们同时也为仁豪准备了一个蛋糕 也跟今天的这个主题呢非常相似 其实我还是还想养活它 你们到时候想要怎么弄活它 没问题 不会就这么麻烦 好的 谢谢 谢谢 来 就是过生日呢 刚刚那个蛋糕啊 太精美了 我觉得仁豪一定不舍得把它也破坏了 所以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 跟今天这个主题更加融合的生日蛋糕 也还是希望那个寿星要吃一口啊 要有仪式感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仪式感的话 那这样吧 我们许两个愿望 一个愿望呢 是可以公开那种 还有一个你就自己悄悄许愿 然后把蜡烛吹灭好不好 好 可以 我们可以公开的愿望是什么 还是一样的吧 还是希望所有 我身边的人 所有就是 照顾过我们的人 然后都能够好好的 然后都能够身体平安 都能够 健健康康的 每一天的开开心心 平安喜乐 好 然后我就再许个自己的愿望 是吧 行 不需要那么的刻意 有点健康的心 嗯 想想啊 好 谢谢 再次祝人好 生日快乐 要不要切一小块尝一下 可以 我就拿那个 铲土那个 就拿这个切一下 没真的铲土吧 没铲 没铲 这个 哦 这是假的 脂肪的味道啊 吃一小口 意思一下 身材管理还是要的 不是 因为这个有种奶过敏 所以平时我不怎么吃这个 奶油什么的 对 但是我心意收到了 我觉得很棒 心意收到了就好了 你看上面这个红彤彤的 炽热的心 啊 好 谢谢 我们这个弹幕上的热爱啊 和祝福也一直都在 陪伴着我们仁豪 来到了新一岁的这个生日 那在最后呢 我知道仁豪 给我们大家准备了一首歌 对不对 嗯 可以 对 来 我觉得这个惊喜 现在就要送给在屏幕前的每一个观众朋友们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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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 好 大家会唱 中唱 你练习默一下 谢谢 谢谢 寻寻生命中最耀眼的火光 一首是你告别着彷徨 微风中有爱在耳边几声附和 踏着风够了山河 夜色时间调缩着 收集天地的温热 勇敢与梦敢 倔强的多 我们一起好好爱这个世界 白色满满的辽灰 希望你 用一盆小鸟小 只想要不要出现 你 预护霜我手 也得了勇气 我们一起 刚好爱这个世界 人海飞行往中穿起 这世面有不停的故意 我像母云人无敌的幸运 我像母云人无敌 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啊 就在仁豪的歌声中到达尾声了 我们最后跟我们的 一直坚守在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道一声再见 我们就要下播啦 好 那个谢谢大家 今天呢来我的这个生日直播间 然后呢 然后也谢谢今天在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也辛苦大家了 然后忙碌一晚上 其实就是因为一年呢 可能也就这么一次是我们像这样 然后能够面对面的这样去聊天 可能也虽然不是在身边 但是我觉得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见个面 然后去聊聊我最近在干什么 然后大家也知道我最近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对 然后也很开心 反正今天就是看到了很多的粉丝们 就是鬼人们 给我发了很多的一些生日祝福 然后给了我很多的一些鼓励 谢谢大家 然后希望就是大家在今年呢也能开开心心的 在未来也都能开开心心的 平安 我也会更加努力 然后也希望就是下次看到我的手又不一样 哈哈哈 好 就这样 嗯 好的 明年见 让我们跟镜头说一声再见吧 好 拜拜 晚安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祝你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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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